从商人做到帝国丞相,中国历史上唯有吕不韦一人,纵观吕不韦的一生,从投资,其货可居,的庄香王,到,一字千金,的,吕氏春秋,吕不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,然而,传奇人物的结局并不见得美好,吕不韦就是其中,幸运但又不幸运,的那一个, 此后还可以在其封地落,扬留下一个大总认后人平调,也算是有葬身之地了,有人说,吕不韦因为是秦始皇的儿子,所以在举兵叛乱之后被轻轻放过,只不过由于吕不韦老了,之后不愿意迁往四川,所以喝了毒酒自尽身亡,且不论吕不韦与秦始皇之间的关系 已经成为千古之迷,即便是父子,在最高权力面前也可能斗得你死我活,何况这种嫁妇与嫁子之间的关系呢? 从目前来看,吕不韦之死最大的可能性在于,秦始皇时期,老秦人,与六国迁徙的秦人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,吕不韦不过是其中的牺牲品而已,自商鞅变法后,秦国成为不得志的东方六国人的一片乐土, 魏国人吕不韦,魏国安义人张仪,韩国上菜人李斯,魏国大梁人魏辽,其人毛娇,纷纷进入秦国,为其出谋划策,在秦国朝堂上鼓动风云,而由于秦国实行的,军功绝制, 其人在军事上墙的一塌糊涂,涌现出王俭王室,蒙敖蒙氏等军功世家,以及沙神白旗等这样的杰出军事人才,但在法令制度,礼仪规划等方面与山东六国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,同时,在功劳与封地挂钩的情况下,关中之地逐渐也被封给,山东六国的有功之臣, 如吕不韦的封地在陕西蓝田,这就更加引发了秦人的不满,到了秦王嬴政时期,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,并且,令老秦人更加难以容忍,的是山东六国的那种,仰视之风,吕不韦鼎盛时期有门客上万人,这些都严重威胁到嬴政的统治地位,因而,在平定落矮之乱后, 吕不韦先是被抹掉了相国的职位,被赶到了十亿洛阳,即便如此,聚集在吕不韦身边的宾客仍然有数千人,各国诸侯使者前来拜访者络意不绝,对此,秦王嬴政的做法是,把吕不韦前往蜀地居住,进一步削弱其政治影响力, 在此情况下,吕不韦最终选择了服毒九字禁,被宾客们葬在了洛阳掩尸的守阳山,不过,吕不韦身死后,秦王嬴政和老秦人对山,东六国人仍然不太放心,利用吕不韦身死的机会,对其宾客进行大规模的打压, 不管是否参与埋葬的宾客,其舍人领者,进人也,逐出之,秦人,六百十以上,夺绝,千五百十以下,千五夺绝,即,进人,实际上是山东六国人,被逐出秦国,秦人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责罚,总之,吕不韦死后,不仅留下了一座超出规格的大种, 还让数千人遭受到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